老蒋质疑平行关大捷对朱老总阴阳怪气得亲信密报后直喊羽皆凶 平行关大捷是1937年9月25日 八路军在平行关和第二战区的友军配合 共同阻挡日军进攻的一场成功的伏击战 是八路军在平行关取得了首战大捷 可就是这样让人心备受鼓舞的捷报 却被蒋介石质疑还对朱老总发阴阳怪气的电报内容 但奇怪的是在收到自己亲信的密报后 态度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对朱老总直喊羽皆凶 这是怎么回事 老蒋收到的亲信电报里到底说了什么 居然能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一转至一态度 对朱老总直发嘉奖电报 这就要从来自阎西山的第一份电报开始说起了 八路军在平行关前线取得首战大捷之后 作为第二战区总司令的阎西山得知后 便立马拟好电报报送给了老蒋 这看似很是尽职尽责的工作效率 但电报内容却是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老蒋看后直言不信 严西山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只会投机自保的他 与阴险狡诈的蒋介石斗了大半辈子 对于严西山的电报 不管内容是真是假 老蒋都不会选择相信的 更何况 这份电报里只对八路军一笔带过 注重提及自己所领部队 同八路军合作 共同歼灭敌军 想要把全部功劳的都揽到自己身上 最终意思就是 这次平行关能够取得成功 多亏严西山的英明指挥 这样恬不知耻的行为 在老蒋看来还很愚蠢 因为老蒋根本不信 严西山会有这个能力 他对严西山很了解 但同时 也不信八路军会有打败 进攻凶猛的日军的能力 他认为八路军只是支农民的队伍 很穷 装备极差 绝不可能敌的过日军 而严西山却还想以这次战斗来邀功 来欺骗自己 实在是被利欲蒙了眼 也失了脑子 因此 对于严西山的这份高效率的战报 蒋介石根本不想回复 而且他对严西山在前线是否真正在打仗 并没抱有希望 很快 看完严西山的战报之后 第二封电报便接踵而来 这第二封电报 来自于蒋介石的直属门生李仙舟 其实皇府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在1934年刚刚升任市长 而他也选择这么快向老蒋发电报 也是出于对自己的盘算 完全是一个一心邀功的小人 出任市长的李仙舟 还没来得及立功 稳固不了自己的位置 但又想要丰满自身的语意 因此 他只能通过向蒋介石通风报信 表现自己 获取信任 进而争夺严西山的权利 于是他在这封电报里直斥严西山 根据相关记载 李仙舟所描述的情况是 此间作战不利原因 一是指挥官能力薄弱 二是指挥不统一 三是上下欠联络 四是友军互不信任 各不相救 这样的内容全是李仙舟 对严西山的不满 但同时也是对八路军的 贡献之字未提 甚至都没有提到 当天的平行官大捷的事情 只知道表达自己的情绪 老蒋看到这样一封电报 虽然对内容很是怀疑 但还是选择相信李仙舟 因为他认为 就算李仙舟的电报情况不属实 可他那个人倒不会去害自己 从这两个人的所作所为来看 很明显地表现出 国民党内部充满了尔虞我诈 绝大多数都是受利益驱动 丝毫没有把国家放在心上 更没有真正要去抗日的决心 只知道揽权揽财 这样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府 最后要是不败 还真是个歧视 对于这封与上一封截然不同的电报 让老蒋开始有些半信半疑 直到最后朱老总发来的第三封电报 由于受到李仙舟的误导 让老蒋彻底怀疑这封电报的内容 严西山的电报说 平行官大捷是因为自己指挥得当的原因 而李仙舟却一直在斥责严西山 并没有说明平行官大捷的实际情况 那么平行官战役能够取得胜利的真实情况 到底是怎样的呢 朱老总便很详细 简洁地说了出来 朱老总给老蒋发的电报中说 至二十四世纪 将平行官以北东跑吃等多个阵地完全攻占 既已缴获汽车六十余辆 小摩托车三辆 大炮一门 炮弹两千余发 这封来自朱老总的电报 很是真实地将战斗的过程 缴获的物资 尖敌数量罗列得清清楚楚 丝毫没有可以质疑的空间 可对于这样简明恶药的电报 老蒋还是选择无视 对他来说 他不相信严西山 更不相信八路军 因为严西山虽然与他争夺 但始终是同一战壕内的人 可八路军始终是站在自己对立面的 即使当时他和八路军正在合作抗日 却仍认为 终究对八路军是不能相信的 但有一点要提的是 老蒋这样想 其实并不是看不得八路军打胜仗 而是在他看来 无论是八路军 还是手底下其他的部队打了胜仗 都应该是他蒋介石的功劳 他这样的想法 倒是很符合他一向的形式作风 更何况 老蒋很确切地认为 农民出身的八路军都是泥腿子 打仗靠的是什么 无非与人和武器 也许八路军有很多人 但武器方面都是些土枪土炮 怎么可能击败日军 此外 从七七事变之后 就连装备精良的国军 面对日寇的进攻 也只能不断撤退 更不用说八路军了 可蒋介石是大错特错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八路军的实力 八路军打仗 武器是不如国民党军队 但八路军的凝聚力强 指挥得当 更重要是八路军中 人人都是为了人民能过上 幸福安稳的日子在打仗 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在打仗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 就算武器再精良 也不可能会打退日寇 这个道理 在蒋介石领导下的 国民党军队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国民党内勾心斗角 腐败不堪 人心分离 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此 老蒋根本就不相信朱老总的电报 认为他在夸大其次 于是 在回复朱老总的电报中说 朱总司令 彭副总司令 样害电锡 部署周祥 至身加上 锡奋免杀贼 以完成民族革命之大业为判 这个电报只是对朱老总在三天前 对于八路军部署的肯定 而对已取得平行官大捷的事情 知自未提 这就是老蒋轻视八路军的表现 竟然还想借此 来告诉八路军不要得意忘形 需要始终听从国民党第二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正在老蒋自以为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好的时候 先前派去平行官战场的监军戒景和 发密电来向老蒋报告了 戒景和这个人很是负责 凡是实话实说 所以他向老蒋较为详细的述说了 昨天的平行官战役的整个过程 并将八路军在此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 进行了真实的汇报 可老蒋还是从心底的不愿意相信 并且认为戒景和已经被八路军的宣传洗脑了 不值得相信了 后来 徐永昌因为前后向老蒋发了电报 说明了平行官战役中的具体情况 这两个人是蒋介石位于第一站区的将领 是他所信任的 这两封电报完全证实了 八路军在此次平行官大捷的战绩 说八路军的确把日军的版人师团 地久旅团打退到来源 后又缴获物资 在这些物资中甚至有日军的作战地图 这可是十分机密的 看到此处 老蒋才逐渐愿意接受 这次的平行官大捷中 功劳最大的 的确是八路军的现实 之后 老蒋又向朱老总发了一封电报 而这封电报中老蒋的态度 真可谓是180度大转弯 得知真相的老蒋 再次向朱老总发的电报 朱总司令 彭副总司令勋建 请淫电锡 有日一战 监扣如麻 足镇官兵用命 指挥得已 捷报难来 量身家位 还不错的是 老蒋在这封电报中 的确做到了完全肯定 八路军在这场战斗中 所做出的贡献 更是多次包扬朱老总 跟上次的电报中的话语 简直像是两个人 更是一改之前的职务称呼 直喊玉接兄 朱总司令玉接兄 电锡 接送捷报 无人欣慰 这级传语嘉奖 朱总司令玉接兄 贵步临师及张旅 剑齐功 强扣叠遭重创 深堪家位 朱总司令玉接兄 贵步忠勇之气 意害敌胆 特点持贺 蓄厚佳音 这三句话叫前一次的电报 甚是虚伪 蒋介石表演的变脸 可谓是精彩 精彩中又有些滑稽 这件事说出来 真的是有些可笑 可就是这么可笑的 变脸事件 却在整个八路军 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 屡见不鲜 全民抗战 共同抵抗侵略者 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 八路军在期间 则是尽心尽力 不管多艰辛都会全力以赴 期间付出了太多 甚至是生命 而蒋介石呢 不仅跟我党搞变脸 还在后来 竟然把两党合作 当成摆弄政治的工具 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全民族的安危 整天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很是虚伪 像他这样的领导人 也是无时无刻地 影响着其整个党 既然连老蒋 都这么在乎政治权利 其他人又怎么会老实呢 但这就是他们国民党内部的常态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一直只为自己利益的政党 怎么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怎么可能会长远下去 当时以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政府内部 是愈发的腐败与溃散 这种溃烂是高程度的 是一种由内而外 由上到下的溃烂 其内部的争权夺利 拉帮结派愈演愈烈 最后得到的恶果 也只是他们自己吞下 在解放战争之前 国民党的实力其实在我军之上 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处高位的将领 在一次次重要战争的错误指挥和不作为 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 而他们内部矛盾的激烈 腐败的风气 不得当的管理等 才是他们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这样的失败 可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成的 说到底还是以老蒋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从未站在人民的一边 这样失去民心 得到的结果必然是失败 3 5